要证明自己不受影响 柯文哲一早到党部开会前 还先绕去换个发型 毕竟接下来恐怕还有满城风雨 船上记者会真的能一次说清吗 因为现在又被爆出 莫可行销经流四百万 留向柯文哲的个人账户里 这是刻意的误导 因为柯文哲主席 原本就有把他个人的肖像 肖像权签约给这个莫可公司 那莫可公司原本就会提供 授权金 而授权金也都会捐出来 给民众党还有公益使用 这真的非常奇怪 因为我们看到总统候选人 出来参选 在制作所谓的募款 小货或周边商品的时候 自己出来选用自己照片 本来就没有所谓的 肖像权的问题 传出贵文哲一跟党内干部 沙盘推演 记者会将说明 募可 政治现金 以及房产等三大争议 关于花四千三百万补助款 买个人办公室与会的 中央委员证实 主席有委屈 但是打算这么处理 其实主席讲得很委屈 因为之前我们民众党 刚起步的时候 没有一个闹角的办公室 所以又被攻击说 替身国会 首先主席自己主动是说 希望能够把房子 做信托之后 然后是指定用途 就是归民众党 或者是归所有的公益 团体可以撑出 一开始说是 个人办公室需求 现在又改口 说是党务需求 请问柯文哲最近收的租金 是进了柯文哲的户头 还是民众党的户头 只想要结案的白银 却连第三方签证会计师 都还找不齐 传出柯文哲也很懊悔 当初第一步提告端木正 就走错路 柯主席自豪智商157 但假账风暴火烧三星期 就怕说明记者会能义无反顾 告诉外界小草不是主席的行动之父 近众无论黄虎与蔡淳佑 前方报道